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一颗龟背竹 就是给它砍头之后的一个效果 因为前段时间这一颗龟背竹 上面这一部分长得比较凌乱 而且长得很长 结果给它砍掉之后 现在已经长得非常的漂亮了 也有很多花友想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接下来怎么样 那么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状态是比较好的 通过这样操作就改变了它的形状 不会像之前那么凌乱 那么难看 而且龟背竹养的时间长了 会有很多这种烂叶片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处理掉它 那么接下来的养护就是给它补出肥就可以了 龟背竹它比较洗肥 所以说像这种状态的龟背竹 我们就给它用这个有机肥羊分 就可以完全满足它了 直接把它撒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因为羊分它不会烧根 也不会出现肥害 在秋季用这个羊分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秋季这段时间不但生长快 而且这个根系也长得比较活跃 所以说用这个羊分的话 既可以改良土耳 让这个根系活跃 还可以让它补充大量的营养 同时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龟背竹的养护 它是比较喜欢半斤的环境 比较洗水 但是不能积水 积水的话容易烂根 只要我们做好这两点就可以了 一般在家里面的北洋台 养护是非常适合的 好了我们下期见